每天一个精彩视频带你回应美好童年 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剑会的暴力对决 观战方是浩文团队上的是一个四宝一 女儿无底洞双峰配合着化身似地府的双辅助 保着一个三嫂大堂开了一把鸟阵 对战方上的是一个双方寸双魔王 带着一个普陀扇开了一把阴阵 也是被观战方鸟阵小个5% 文哥这边是拿到了一个14速 对战方两个风系拿到的是一个23速 那对战方方寸拿到23速的话 这场比赛很好打 只要两个方寸山能够分身进去 基本上相当于对战方是有一个12速 方寸山就是这么强 如果文哥这边拿到13速的话会好打很多 一个24速感觉14速感觉没什么用 看看对战方怎么打这个双分双秒 双分双秒这个阵容在前四五年前 应该是比较流行的 就是两个风系配合两个法系 再后来基本上是物理系配合着法系了 就很少有两个法系的阵容 而且对战方方寸山的催眠 配合着传统法系 可能催眠会被自己打开 看看对战方这个阵容怎么打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对战方这种阵容了 一个方寸山已经分身进去 文哥这边只能控制另外一个方寸山 大同官服一把狠扫插一丝血清掉 对战方一号位宝宝 看来对战方之能力也很强啊 宝宝抗性很高啊 三扫过去扫不掉 对战方啊 双方都是避雷开场 文哥也是在前几天吧啊 那个群雄的比赛里上了四宝一啊 但是两场都输了啊 两场都输了 预选赛啊 都过不去 也是在剑会的啊 比赛里疯狂的练习自己的四宝一阵容啊 看看这个四宝一能不能打出自己的效果 两个魔王都起了牛技 观战方是有啊 地府的 没事干 可以去一去啊 看看对战方点的是不是驱散啊 抗驱散的金脉 魔王战单秒啊 那单秒如果配合着双方寸的话 还是比较合适的啊 直接烧死了观战方打糖 对战方打的也是非常的果大 那 黄屯山可以封尸心吧啊 封尸心的话 配合着魔王再取秒还不错啊 但是 如果说封催眠的话 可能魔王再取秒容易打开自己的啊 尸心 果然是尸心封了 尸心封 感觉像一个病啊 王俩追魂 加给大堂官府 效力藏刀 再给到 这应该是地府啊 八神四一口火血 先叠下人心啊 为后续拉起自己的 大堂官府 坐下准备魔王 再一把风云变色 秒过来 观战方得想办法接罗汉啊 尽量是让 无底洞来接罗汉 无底洞毕竟罗汉是四回合 壁磊再拍两前 二对战方 一号位宝宝直接飞掉 这双魔王青宝宝速度也非常的快 传统法系都是这样啊 青宝宝非常快的 女儿村啊 直接接出一把罗汉 毕竟女儿村有疑速啊 接罗汉还是比较容易 对战方顺势强控官战方 化身四不让推雪 那这 感觉大堂官府 被废了呀 对战方只要盯着官战方 大堂官府打压制的话 基本上大堂官府很难扫出来 看上五回合 大堂官府已经扫过一回合了 距离自己的十一层剑印 还有非常远的距离 一把风云变色 顶着罗汉 连个护盾也秒不掉 对战方 再来一把大秒 还是没有破掉 还是没有破掉这把护盾 这无底洞还是比较克制 这两个传统法系 再加上一把罗汉 基本对战方是打不进来的 就看后续 如果文革这边断了罗汉 断了罗汉 那情况就不太一样 鬼眼打上 看来对战方应该是点的防驱散的金脉 点的防驱散金脉 宝宝是给人物打得鬼眼的 催眠在空没有中 花生死一口活血活出来2700 现在有三层的人心 下一个回合活血 基本上能给大头官府活满 就看对战方有没有再次选择点上 平野找漫天 没有找着 王寨也是起了一个塔 避雷再拍三千吧 对战方这宝宝抗性是不是有点差了 避雷拍过去三千多血 观战方二号 二位宝宝也是直接飞掉 第六回合 大头官府也仅仅扫了一次啊 感觉有点不太够 对战方另外一个方寸也分身进去啊 但是另一个方寸又被封中 一把效力给到观战方一口活血 大头官府基本满血 能够直接扫了又把无魂认了过来啊 看看这无魂如果再中啊 没有中 大头官府开扫 对战方这宝宝是防御了吗 怎么抗性这么好的 三刀扫过去 宝宝就打了一个一点点血啊 连个半血都不到 看来对战方啊 对抗浩文这个团队 还是有自己的心得 第八回合有林圆 一把三飘过去 直接免疫飘了个寂寞啊 飘中了一个 普罗扇啊 还不错 妖风 继续强控魔王 观战方罗汉断了呀 地虎没事干就是驱散啊 驱散对战方的灵动也好 去掉了鬼眼和灵动 一把效力再给到女儿村啊 也是提前效 防止观战方继续接罗汉 建立激发加上魔王寨 一把群秒过来 宝宝五千二直接飞掉啊 这魔王寨 这杀宝宝能守啊 也是一个杀宝宝能守 对战方另外一个魔王寨不能出手 就这个输出啊 如果文革这边罗汉一断 对战方双魔王全能出手的情况下 感觉很快就会崩盘 估计两个魔王寨 如果连续群秒两回合啊 观战方这边就有点扛不住 就很难扛 皮肤多一口 再次控制住一个魔王寨 对战方有没有金钦 有金钦的话 这把血拽啊 观战方没有罗汉 又是一把效力 对战方疯狂的提前效 已经连续笑了女儿村两回合 打对战方这个阵容啊 就是靠效力 就是靠效力 魔王寨一把群秒四千二五千多 这招架不住啊 有点太猛了吧 幸亏另外一个魔王寨也被封印了 没有罗汉 没有罗汉 被削得太惨 直接换须弥了 对战方又在第十回合 直接来一波冲刺 直接换了个老和尚 选择一把冲刺 两个魔王寨都能出手 两个魔王寨都能出手 对战方再换一个须弥啊 女儿村有点扛不住了 大唐 这是化身四自动了 化身自动了 我还以为大唐官府出去平A了 这 大唐也自动了吧 大唐应该也是自动了 魔王寨一把群秒 还有一个魔王 风云变色 七千八 地府女儿村 双双倒地 这自动了 文歌啊 打比三 失误好多的 失误好多的 一把笑力再过来 躲破力 继续控制魔王 力量回合群秒 文歌这边就有点扛不住 金刚护体拉起 但是加金刚护体 有什么用 好像没什么用吧 对战方没什么 物理系 物理系啊 两个魔王寨 一排须弥 加个金刚护体干啥 还不如推口血来着 还不如推口血 混雷咒 再秒 感觉文歌这边 是要放弃了吗 这刚开始啊 这剑惠第一场比赛 双方来到第十二 回合大堂官府 就扫了两次啊 扫了两次 化身子异合 活血一万二 人心效果还在 观众方还有机会 先例激发再加上 两个魔王都不能出手 解开方寸 有虚迷 没人拉女儿村吗 一把笑礼啊 果然是没人拉女儿村啊 那这文歌这边是放弃了 应该是啊 放弃了 自动了 全部自动 放弃了 也是恭喜对战方 顺利拿下这场比赛 打的也是比较轻松啊 主要是笑里玩的好 让文歌这边一直是啊 罗不出来 而且两个魔王战士输出 确实很高 虽然被观众方小课啊 但是并不影响自己的输出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胖 如果有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